江坤怕被郭德纲取代 郭德纲和江坤两人 关于低俗和高雅的矛盾 一定都有所耳闻 毕竟双方大战也不是一天两天了 郭德纲在表演中 经常说同行恨他 恨不得把他弄死 也恨不得德云社赶紧倒闭 而江坤则避重就轻 抨击郭德纲演出内容低俗 说老郭把相声行业的糟婆又捡了回来 甚至直接说郭德纲在人品上有问题 那么问题来了 江坤真的是因为嫉妒贤能 怕郭德纲的地位超过自己 才对老郭实行全方位的打压吗 2006年老一辈的相声演员 江坤和李金斗等人 针对相声行业出现了一些杂乱现象 提出了反三俗的要求 这个三俗说的就是低俗 庸俗和江坤老师就直接在会议上 严重斥责了用这些三俗的笑料 做包袱的郭德纲 认为他表演的节目污秽不堪 需要严加整顿 而郭德纲对此事的态度呢 就像前几年他们对老郭的态度一样 那简直就是连看一眼都嫌费事 你们立你们的牌坊 我做我的非著名相声演员 咱们井水不犯河水 可老郭却低估了江坤老师 想要整顿相声界的决心 2007年 江坤起草一份倡议书 要求同行必须全部加入一起抵制三俗 我们再反过来看看这些个相声演员的高雅前辈 在这几年都做了些什么高雅的事 2005年 李金斗在网上被爆出了洗浴后遭嫖娼录像 敲诈八十万的事 整个事件被传的是有模有样 说是有人曾用针口摄像头拍下了视频 打电话向李金斗 所要高额叔 郭老师却感到十分的愤怒 自己只是在表演节目时嘴上逗趣 就被这些人批斗得体无完肤 现在这些人真刀真枪的弄出这些事 怎么不见他们自己反省反省 让人疑惑的是江坤的师父马记 对待郭德纲的态度却和徒弟截然相反 在老郭写的书《过得刚好》中 有提到过马记先生 大概意思就是说 德云社早前还没这么火的时候 马记先生就曾给德云社提过字 那时候就有同行给马记先生打电话 说郭德纲做人不行 是相声界的败类 马记先生当时就反驳了这些人 让他们别老实说郭德纲不行 至少人家是在为相声事业做贡献 所以老郭后来也非常尊重马记先生 前不久 娱乐圈的百位明星和各大视频网站 联合发表声明 抵制影视作品二次创作 这件事还没尘埃落定 作为掌管曲界发展的曲协 紧跟热度发了一篇 加强相声界航风建设倡议书 中心思想就是坚决抵制 封建航帮漏袭 此话无疑是在说 前途正好的德云社 面对江坤的又一次的质疑 郭德纲该如何应对 2005年沉寂十年的郭德纲 带着出城规模的德云社 在相声界站稳脚跟 德云社的红火 让暗淡无光的相声行业 又一次焕发生机 势如破竹的德云社 让稳坐曲鞋主席位子的江坤 感到不安 没多久 江坤就在曲鞋内部 召开会议 倡导曲艺从业人员 守住自己的道德和义德 不要去做华众取宠的小丑 说相声就要摒弃掉三俗内容 这一次会议 正是拉开江坤和郭德纲之间 长达数十年的较量 在这期间 郭德纲带着德云社 从名不经传的小班社 慢慢发展到如今相声行业龙头位置 德云社让越来越多的年轻人 了解并喜欢相声这门传统艺术 从而也为相声的传承 打下一定基础 可以说 郭德纲凭借一己之力 做到了曲鞋一直以来想办 却办不到的事情 反观江坤 却将相声数之高阁 明年江坤即将面临 卸任曲鞋主席一职 为何要在这个关头 再次引发自己和郭德纲之间的矛盾呢 先决抵制 以德云社为首的传统相声班社 逼着他们放弃相声行业的传统规矩 迫使他们慢慢的向主流相声靠近 既然没办法阻挡德云社前进的脚步 那就想办法让德云社自乱阵脚 这次会议除了抵制三俗之外 江坤还特意指出 以实命家法为大 三年学徒 两年效力等 带有浓厚封建色彩的江湖陋席 十分影响新时代相声行业 健康有序发展 各个倡导书已经发出 郭德纲第一时间转发并复言 让我们共同努力 与全体同仁一道大力弘扬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积极培育新时代行业新风正气 老郭用一句话 将三俗这顶高帽子送给江坤 主说2016年是相声大崩盘的开始 它的理由是 2016年只有一段相声在春晚上 而且是12点以后播的 2016年 我个人感觉到有点相声大崩盘 怎么说呢 怎么说 整个春节晚会就剩下了一段相声 然后这段相声呢 还是在12点钟以后说的 大伙看 通过这段表达就能发现 咱曲主啊 还是活在上世纪八九十年 他这个思想 这个春晚的相声现在还可乐吗 您说实话 您不行啊 就多刷刷手机 上上网 别老一个人待着 多晒晒太阳 2016年在我看来 恰恰是相声观众3.0时代的开始 也就是在那年 东方台有一个文明全国的喜剧节目 叫欢乐喜剧人第二季 驱逐夺冠的是一位民间相声艺人 到岳云鹏 此年12月31号 也有一位年轻的相声演员 一炮而红 从此奠定了平熙王的称号 他叫张云雷 也是一位民间相声艺人 然后从2018年开始 你会发现 精进两地的小园子 突然之间涌入了很多 年轻的八零后 九零后 乃至零零后的年轻人 开始喜欢相声 开始唱曲 开始喜欢曲艺 所以我说 恰恰是从2016年开始 相声重新焕发了 他3.0版本的青春 相声这个古老的艺术 老树开了心眼 要不我说曲主啊 您好好调研调研 您再发言吧 您啊 天天在办公室里坐的实在太久了 是不是该换一换了 今天在舞台上 你给我打了八十分 你很希望明天我是九十分 但是你要知道 我明天还能八十分 就是奇迹 艺术的规律是很科学的 而且我们有自己的路 我们需要知道 怎么去安排 如果照我这样做 到最后导致德文社 倒台了 没有人来看了 那是我的问题 但是依然红火 一点都没有耽误 天下人八千万 每个人都出一个主意 我需要每个人都听吗 日子得我来过呀 我受罪的时候 怎么没有人站出来说 甭管了 给你十个亿去花吧 对吗 我冰零饿死的时候 你没管我 我是靠着我的意志 和我的能力 以及我的决策 把这个事情走到今天 那么这么多年坚持下来了 我的错误是正确的 我听你 你混得还不如我呢 一届防疫大哥 降劳胎共 当年是否打压过 果的杠这个整论 一直在网上是热度话题 很多平台 因应保留了 当年央子晚报报道的 将防疫之一劳过 道德存在很大问题 却还有很多人 喜欢他这个视频和截图 但是这个不是 我们今天讨论的重点 今天的重点是 有一位三性博主 竟然将央子晚报 所称是 转世造谣制造假记文的 路边小报 我想问问这边博主 你是骂时候啥的 江坤当年说过 郭德纲 我什么时间说过 说现在有人找出来了 找出了一个 十五六年前的一个报纸 说这报纸登了 说这个报纸采访江坤的时候 说江坤说说 郭德纲道德有问题 说为什么这些人都喜欢他 我说这你保证是原文吗 他说我可以找这个证据 我就饿了 十五六年前的一个小报 你敢保证他登的不是假新闻 为什么 不就是因为那些人 他们制造了许多的假的报纸 假的网站 一些假消息放在网上 然后有时请你删帖 有时故意给你破装嘴子 那会假消息新闻呢 都明白呀 这位博主 常以告断严实资据 又是企业顾问了 又是客座教授了 却从来不敢白 暂时姓名和职业 共不于众 如今又一共计 主旋律媒体刊物 作为噱头 划重其从 制造时段 更有地狱骑士 和妄图为某言洗地之嫌 而其毫之言论 更是令言发直 大地言论 江坤当年说过老郭 那这么着一个 江坤比老郭 可大了二十多岁 行业前辈 早就是顶级大咖了 作为前辈先生 说过几句 后辈的学生们 晚生后辈 可不可以啊 那照你这个逻辑 这要是岁数大的 行业大佬 就能随便数落人 那晴慧可比你大 八百八十四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